運鏡絕對可以說是在電影或者是在任何影片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一個絕對不可或缺的一環 那一個好的運鏡呢可以幫助你更好的去描繪你畫面中的故事 或者是幫助你更好的體現畫面中人物的情緒 相信各位可能或多或少都聽過一些不同的運鏡 比如說什麼Pan,Tilt,Push In,Pull Out等等非常多非常多的運鏡 那在今天這部影片裡面呢,我會跟各位分享三個我個人接案或者是自己在拍那種人像創作影片的時候呢 最喜歡、最實用、最簡單的三個運鏡 Alright,不過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我是一名自由接案攝影師 然後呢我的影片都是一些跟攝影啊錄影相關的內容 那我會把我的作品都放在IG上面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要知道我在幹什麼的朋友 歡迎各位去Check it out Check,我在講什麼?Check it out Alright,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我還是想喝個咖啡 Alright,其實我一直以來都蠻想做一個這種運鏡類型的影片 不過呢,礙於我覺得我的素材庫還不夠的關係呢 我就沒有出這個運鏡教學、運鏡相關的影片 不過今天,就是各位你們終於等來了這一天 然後我終於把這部影片做出來了 OK,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三個最實用且簡單的運鏡 Alright,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應該算有兩個運鏡,也就是Push In跟Pull Out 那中文的話叫做推進跟後退 幹,等一下我怕我一直在那邊講英文 然後一堆人又要說我是假ABC 雖然我根本不care Alright,反正呢我等一下都會講Push In跟Pull Out Alright,首先我們講第一個Push In 這個運鏡的搭乘方式呢,很簡單 就是用你的手機或者相機,緩慢的往前或者是往後 對,就這樣子,非常非常的簡單 這個運鏡的好處就在於說 它可以很好的幫助你 set the tone for the video 幫助你設定你影片的基調 應該可以這麼講 比如說這個畫面 通過緩慢的往前呢 讓觀眾有一種跟著運鏡進入影片中畫面的感覺 去感受到畫面中的這個情緒 然後讓觀眾就是準備好說 喔,影片要開始囉,畫面開始進去囉 你會更把你的專注力跟你的這個Focus Focus在這個畫面中的人物的臉上 或者是Focus在人物上面 因為我就已經用憑著運鏡告訴你說 來,各位看著它 因為我的運鏡已經告訴你了 這是一間酒吧,一間餐廳 在某個地方 在某個地方 在某個地方有些人,所以我會覺得安全 但如果Clemenza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他們在那裡有一個武器設定 他們不會殺到他們 通常這種運鏡都會放在影片的開頭 比如說有一個很經典的 The Dark Knight 也就是蝙蝠俠黑暗騎士裡面 開頭這邊呢 他是用一個緩慢的Push in鏡頭 來帶到這個小丑 然後這時候小丑他是背對畫面的 然後手上拿著一個小丑面具 這個Push in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影史上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 Opening scene 他非常很好的交代整部 這個電影的這個 怎麼講,基調 就是一個很神秘 就是這個小丑他也不讓你看到他的臉 他只是拿著一個小丑的這個面具 然後讓你覺得說 OK,我們現在這個畫面的主角 是他了 OK, something's gonna happen 的感覺 這個鏡頭呢,長達8秒 他就是用這個Push in 再把觀眾帶入到這個畫面裡面 他的用處在於強調一個時刻 告訴觀眾 OK,這裡很重要 來這裡仔細聽清楚喔 你可以Push in人物 或者是細節、物體 甚至是字 你可以透過Push in 將觀眾的這個視覺引導到特定的物體 那當你在使用Push in的這種運鏡的時候 建議各位你一定要使用忍者步 並且就是拿著你的相機的時候 要夾好你的身體 你才不會運鏡的時候 會有那種 來自身體傳來的這種抖動 當然如果你刻意想要有 一點點這種 Camera的 shake的話 幹 Camera shake的話 其實也無妨 但是 不要太過晃 而Pull out這個運鏡方式呢 跟Push in是完全相反的 因為Push in就是往前 那Pull out就是往後 有點抽離的感覺 這種運鏡方式呢 會讓你與畫面中的角色 有一種斷開連結的感覺 就是它可以用來揭露畫面中的其他東西 比如說景 比如說人物 Pull out這種運鏡呢 它可以傳遞出一種孤獨 以及這種儀器的感覺 像我很喜歡的也是小丑 The Joker 就是新的 Hackin Phoenix演的那部小丑 它裡面有一幕呢 是Arthur他被 一堆小朋友扁了之後呢 把他的東西都搶走 那這時候的畫面 定在他的 他躺在地上嘛 然後 鏡頭緩慢的 向後退 那各位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裡的畫面 你用Push in的話 讓鏡頭緩慢的聚焦到Arthur的身上 你會覺得這裡的 這種運鏡方式可能會 讓觀眾對Arthur 產生一種聯名感 就是想要去關心他 想要去幫助他的感覺 而這裡巧妙的 用了Pull out的手法 讓觀眾產生一種抽離感 有點像是我們跟著畫面 我們跟著這個世界 一起遺棄了Arthur 讓他就是倒在那邊 自身自面 然後把自己跟這個世界 跟Arthur 抽離出來的感覺 簡單來說 Push in是要讓觀眾產生代入感 讓觀眾知道說 OK 影片要開始了 我們要做好 我們要就是準備好 看畫面中發生的一切 那通常我都會放在可能影片的一開始 幫助這個影片就是設立他的基調 那Pull out這種運鏡方式呢 大部分時間我都喜歡 比如說上案的話 我都喜歡用在結尾 讓觀眾有一種OK OK 我經歷了剛剛所有的事情 現在影片要結束了 我知道了 我要抽離了 這種感覺 Alright 第二個運鏡方式 叫做Arc Shot 或者是你可以叫他 環繞 環繞?環繞運鏡 這個運鏡方式呢 是我在接按拍攝的時候 最常使用的 他理論上就是 讓一個被射物成為原型 然後你以他為原型 進行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 環繞運鏡的感覺 特別是在拍攝活動紀錄的時候呢 我很喜歡用這個運鏡 第一他非常簡單 相較於Push In跟Pull Out 更有這種動感 那他的好處就在於說 他可以更好地去展現出這種空間感 或者是讓觀眾更Focus在畫面中的主體身上 因為比如說像是Push In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代入感有一點點太強了 如果你在商業影片裡面 或者是活動紀錄裡面 你一個勁地使用Push In的話 我覺得觀眾會感受到太多情緒 畢竟你的可能上案影片啊 你並不想要讓觀眾代入感這麼強 當然取決於你影片想要設立的基調 但我大多數時候都會喜歡使用這個 Orbit Shot或者是Arc Shot 那另外呢 我在拍攝這種人像創作影片的時候呢 我偶爾也會喜歡放一些這種Arc Shot 有時候呢也可以透過跟Model 朝著不同方向去進行運動 比如說我朝這個方向去進行運鏡 那Model朝我的反方向去可能移動 或者是他的臉去進行移動 這樣會產生出一種交錯感 更有為畫面增添出更多的這種動感 那注意喔 如果你是想要用Arc Shot的話呢 它其實跟忍者步有一點點像 但是我通常都會以可能一隻腳為這個支點 然後以膝蓋去進行移動 你不要用身體去這樣走 因為這樣走的話你的很多這種 因為你在側向移動的時候呢 你的膝蓋有點難去幫你吸震 相對於這種Pushing跟Pullout的時候 你的膝蓋用忍者步的話 在使用這種Arc Shot的時候 其實不太好去減震 所以我通常都會以一隻腳為支點 然後去進行移動 去進行這種Arc Shot 會幫助你在畫面表現裡面 不會有太多的抖動 我們來到第三個就是Static Shot 中文叫做Dint Cut 應該叫做Dint Cut 那這種的運鏡方式呢 就是把相機架在腳架上面 比如說現在我的相機就架在腳架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Static Shot 對吧 就是把你的相機架在腳架上面 然後拍自己 就這麼簡單 並且呢是不做任何運鏡的 就只是把相機放在那個地方 那這種鏡位呢 最適合拿來拍對話 或者是就像現在的這種 可能類似訪談也可以 那在電影裡面出現這種Dint Cut 通常可能是拿來給 演員表演他的演技 或者有時候呢 Dint Cut也可以 用來表現一個角色 處在一個困境的感覺 一種無助感 比如說在敦克爾克大撤退 大家知道這部電影嗎 Dunkirk 這部電影裡面呢 這個畫面 或是Steve McQueen的這個自由之心 大家可以看這個畫面 等一下那個畫面可能會有些會引起某些人的不適 所以大家要斟酌觀賞 Alright 這個畫面呢 著重在主角的身上 這邊的這種運鏡方式 這種Dint Cut的感覺 我覺得很血淋淋的展現了他的這種無助和他的絕望 而觀眾呢 你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看 你就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在那邊掙扎 在這邊呢 與其你使用Push In的這種有帶入感 你可能會又會對這個角色產生出一種聯名等等的情緒 這裡他取代Push In 他使用Static Shot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在使用一個上帝視角 我們在展現出這種無助感和旁觀感 就是我只能站在這裡 什麼都不做 我只能看著你在這邊掙扎 然後也許你會死掉 也許你會發生別的事情說不定 但是我就是站在這邊 這是一種體現畫面中主角的這種無助感 所以這時候呢 好的構圖 對於這種Static Shot 對Dint Cut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無論你是想要使用對稱 三分線 延伸線 或者是框架構圖 那我建議各位你在使用這種Static Shot的時候 你不要只是就是那種Eye Level水平視角 然後把相機架在腳架上 然後就開始拍 而是你要去尋找你可能能看到的所有的不同的 比如無論是線啊還是任何物體因素來幫助你更強調你畫面中的一些故事感 另外這個是題外話 在攝影的角度裡面呢 大部分的運鏡都會用在當你的畫面中沒有Movement的時候 那Movement的中文可以翻叫做動作 對 當你畫面中沒有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運鏡去強調這種動感 畢竟動態影片跟靜態的照片的差別就在於 動態影片裡面的東西會動 所以它才叫影片 不然你就拍照就好了 你就拿著相機按一個畫面就好了 你就當拍照 而Think Cut這種拍攝方式呢 通常用在當你畫面中有很多Movement的時候 因為你想要去強調 呃你想要讓觀眾去更聚焦在畫面中的所有的動作 因為如果這時候你在使用一個運鏡 在用一個Orbit或者是Arc Shot或者是什麼Push In的話 觀眾很容易會接收到太多的訊息 Alright以上就是幾個我自己很常用的運鏡 或者是你在看電影的時候也會很常看到的運鏡 呃建議各位下次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無論是任何種類的電影 你都可以稍微放一點心思在這個導演 這個攝影師如何在運鏡 如何使用運鏡來強調畫面中想要表達的事情 好那希望今天影片各位都有學到一些東西 我是Jas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Poops out